好,首先我想要跟大家說一句話 就是我相信我今晚最沒資格站在台上跟大家說話 為什麼? 因為我是一個80後的一個小朋友 就是唐師長他說 最剛癖自用、最容易車位人亡的一群人 我就是一個 不過就先回來了 好了,先回來了 想在這裡代表我的爸爸 因為剛剛坐我旁邊的位置就是德副老師 就向我提合回 原來70年代的時候 當我的先父他剛開始畢業的時候 因為陳耀南老師寫了一封推薦信給英學書院 所以就令到他有一個機會 可以畢業之後回到英華再一次服務長達9年這麼久 直到1984年去過身的時候為止 所以呢,我需要在這裡再一次代表我的先父 就是向陳耀南老師致意最誠節的感謝 同時呢 謝謝 我相信我爸爸他在上面看到大家 看到陳耀南老師現在身體這麼健康 他一定會很開心 那另外也想再說一句說話 就是多我再說一句說話 剛剛我收到這本長官裏 這一本第四頁的歌 第四頁 陳耀南老師他有份作詞的一首曲 就是說呢 一首曲就是 智慧不應嬌良心不可傲 那我相信對於我們這一群80歲的青年來講呢 相信都是一個很有警惕的作用的 因為呢 易經裡面不單止在這裡提醒我 天行見君子以智強不息 智強不息之餘 最重要都是好像後面的坤卦裡面所說 地細君君子以厚德在物 一切都是要以謙虛學習 作為我來等學習的宗旨 希望可以 希望我們將來呢 可以 希望我們將來呢 可以 至少不要 至少不要 不要變得太差了 都是 在這裡呢 再一次 多謝各位給我機會上來講話 當然除了多謝陳耀南老師之餘呢 也想多謝英文這麼多位老師 對我過去幾年 對我的教隊 多謝你們